墨西哥遭遇32年来最严重的强烈地震 酿成400多人丧命 另有上百人受伤和失踪至今生死未卜 灾区过去几天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 一片愁云惨雾 在无情天灾中失去孩子的父母 心底更是一阵阵的哀痛 虽说他们已经慢慢接受孩子离去的事实 但是有者还是被困在阴影中 承受莫大的心理压力 不得不接受心理辅导 才得以脱离这一场梦魇 我已经使用了医生的助力 从开始的期待 去救救小医生 是很严重的 现在我现在都很安静 我们在看孩子们 一个地牛翻身也导致中部周述 普埃及布拉镇的多座民房建筑物应声坍塌 沦为废墟 让许多民众瞬间失去家园 被迫参丰露宿 就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 恶劣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不幸中的大幸事 全球多国加入救援行列 纷纷捐赠应急物资 为冷嗖嗖的空气中注入一丝暖意 当局初步估算 这场天灾已经量成至少80亿美元 相等于33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 灾后重建工作 恐怕得耗上一段日子